我發現我買了同一包回來 可是我在吃同一匹巧克力 居然有 兩種不一樣的味道 而且甚至你打開的時候 有一片巧克力是完整的 但是有一片巧克力 你一打開它已經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 我根本不知道它的 就是保存期限 因為我也看不到 它上面包裝紙的數字 完全找不到 我想說可能是前年或是去年 它沒有賣完 到現在才賣的 到今年一直賣 阿虎家怎麼買糖果 我也是買散裝 而且一定要去那個迪化街 然後通常要挑就是挑那個 這種都是放過期的 因為媽媽不敢就是做 對不起良心的事情 媽媽都放當季的 而且公服裝都賣給你 像你那種的 因為石榴裙駕駛 坐鬼風流嘛 好吧 那如果真的 找到回家的路 我方便阻止你了 他願意就好 對啊 可是到底是 剛剛洪大哥有講 他說散裝的比較便宜 整包比較貴 真的是這樣喔 這是一個迷思啦 散裝的沒有比較便宜 甚至買散裝的 比那個大包裝的 還貴了三倍 貴這麼多 對 那我剛剛請問吳教授 一般外面的散裝 他有時候是一些地下工廠做的 一些小工廠做的 他可能加很多非法的色素在裡面 剛剛捷領像那個 好像夜明珠那裡幫我斷電一下 他到底是明朝的 清朝的古董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讓那些色素 那些不應該加的東西吃下去 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傷害 嚴格來講像這樣的糖 直接去吃這樣的糖 對身體一點幫助都沒有 像這種糖 剛剛講會產生螢光的這東西 對 很明顯它裡面的 就是加了螢光色素的成分 螢光色素的成分 有的是獨到非常獨的 甚至到致癌的這個等級都有可能 對 所以糖裡面可以加的這個色素 其實種類很多 因為它要它的顏色各式各樣 是 所以大家要小心它的色素 第二個要小心 有的糖拿起來聞也有香味 對 它也有加香精的這個成分 香精 是 加上它甜度很夠 這個甜度是來自哪裡呢 有很多呢 就用果糖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對 果糖本身就對身體健康 已經非常不好了 是 然後容易造成 比如說像是 我們肝臟 肝脂肪的這個增加 對 有些甜度很高 那是化學甜精 那個甜度高到非常非常高 這個時候對我們的肝臟 腎臟 影響都很大 是 那色素這個部分 最擔心兩種色素 一個呢 我們叫 顏肌介黃素 對 另外一個叫 顏肌桃紅素 這個顏肌介黃素呢 跟顏肌桃紅素 這兩個東西 實質上來講 都是我們用在幹什麼呢 用在做生物實驗 細胞染色 那這個細胞呢 放在顯微鏡下才看得清楚 對 那有的是拿去什麼 工業上面做雷射 我們叫染料雷射 叫dialaser 是 染料雷射用的 不管是這兩種色素 實質上來講 都不應該加在我們食品裡面 對 而且這兩種色素 都是會被認為是 我們所謂 最致癌的物質 可是我們還是想吃糖果的 對啊 有沒有哪種糖果吃的 是對身體沒有害的 所以就很難啊 所以要選糖果真的很難 你還要再加上 剛剛比如說黃素拉斯 拿下來的糖果 它一絲對不對 對 那個包裝呢 也是彩色繽紛 很多那個包裝裡面 重金屬也好 或者是有毒的燃料也好 過去都檢查過的 對 都會出現這種 因為教授裡面甚至還有重金屬 有啊 請你來教我們 如果來檢驗一下 到底有沒有重金屬 好啊 因為教授說呢 就是可能糖果有很多問題 是產生在這個包裝紙上面 所以現在呢 教授就要帶大家來檢測一下 我們現在桌面上這些糖果 有哪些包裝紙是有問題的 好 那第一碗這個是誰的糖果 這個是我帶來 這很好吃 這是曼特寧口味的 咖啡糖 咖啡 這個咧 這看起來就是日本風氣 就是我帶來 就是造型取勝 就是小可的 這個 大家最熟悉的 鮪魚乾 對 鮪魚乾 很好吃耶 那是豬肉乾 但是它是四方形的有沒有 對 鮪魚乾 而且以前我們小時候 都會就是這樣戳 把它在那個粉圈都戳光 它是就變成透明的一個錫脖紙 你完蛋了 真的假的 好 我們現在很擔心 就是像這樣的這個糖果紙 金金亮亮 那在錫脖上面 對 這樣的這種染色的這個東西 最擔心它是有重金屬的這個材料 對 可是它包在裡面耶 是裡面也會有是不是 你手也會碰到 你吃了這一顆之後 然後你還會拿下一顆 對 是 然後這已經在你手上了 對 這麼容易 更擔心是因為重金屬 通常來講 在身體是會有累積性的 進去了之後 非常不容易出來 非常要跟你跟得很久 但是跟你很久的中間 它就已經產生毒害了 可以不用這麼愛我們沒關係 你們拿出來嗎 你們 所以我們現在很簡單 對 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把這個糖果紙 就給它丟進去 丟上水裡 熱水嗎 沒有 這個是溫水 溫水 水般的水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水 然後就把它攪一攪好了 融解在水裡面嗎 還沒有真的加溶解 只是讓它跟水接觸而已 只是讓它跟水接觸而已 對不對 這個同樣 這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放進去 放那給它丟進去 放進去 放一個就好了 好了啦 不要怕 可是小可的看起來 包裝紙是透明的 好像還好一點 沒有 可是它那個原料放很多 別說我的 你原料是都有 你的顏色更多 沒有基材了 這有紅杜拉絲的 對不對 紅杜拉絲的 你黃綠紅都來了 小時候的回憶 因為我們家現在還有好幾包 真的 過年都會買 那你竟用滿月子拿了就吃了 然後等下做的時候 你可以決定回去 還要不要吃了 標準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自來水 對不對 對 它的這個導電肚子 導電肚子 對 導電肚子越高 就表示它可能產生的 這個重金屬的熱量是越高 40多少 差不多 50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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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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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抓起來 好 那來看一下阿虎吃的糖果 緊張了 緊張 來 從六三千 再跳囉 100 多少 他 真強 多少 真的假的 106 跳 增加一倍以上 106吃 人體可以接受了嗎 教授教授 你擦乾淨一點 你擦乾淨一點 你擦的那個液瓶就要進來我裡面了 我很乾淨啦 我是把電極擦乾淨 你擦乾淨 你擦乾淨 它它的液瓶就隨便的過來 好 會不會超過的 會不會超過的 好緊張喔 會不會有200啊 400多 400多 因為我剛才看到這上面 好像有一層粉末 在上面 超過切的啦 真的很可怕 我看到 真的它有一層那個白白的 那個粉末金 銀色的 真的耶 真的銀色的 完了 不要轉台 轉台你會錯位 史上最高的數字 對 來 高一點 高一點 這是1000多嗎 1000 真的啊 沒有 1626 對 1624 對 而且教授它才幾顆而已耶 對啊 所以表示說像這樣的這個材料 一般來說大家注意到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鋁箔的 是 對 這個東西本身是一個金屬 對 那你要在金屬上面呢 給它染色的時候 對 那這一種染色的材料 通常本身也都是有金屬的材料 要不然它染不住 是是是 所以這個才會造成你這個導電度 突然間飆這麼高 重金屬的毒最好多吃一點 這些含硫化物的這種食物 比如說 比如像是蔥 薑 蒜 滿滿熟的 對 薑是薑母鴨的 對 藝色的高梨菜 然後還好你先吃 還好你洋蔥也有 好 那可是糖果要怎麼買 就變得很重要了 那這個時候要請秋香老師 來教我們怎麼來挑 我就會挑一些有牌子的 比如說它雖然是散的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有牌子 它價位就會比較貴一點 有牌子它有一些散裝的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 你先不要買太多 你就可以 你不好意思每一個人 都跟人家試吃 你可以就是買了以後 在旁邊拆看看 如果你拆開來 裡面就像有時候就買了 像你買的巧克力 有的顏色比較白的那個 那因為他們那個小包裝的 幾乎都沒有看到日期 所以我們就看裡面的內容物 如果每一顆都是很新鮮的話 那個才稍微再買多一點 不然就是應景就好 買少一點 記得要買有品牌的 好 謝謝教授 我也謝謝秋香老師 再來呢 我們要來研究的是香菇 香菇一般來講 在年菜裡面 它是最佳難配角 對 幾乎所有的菜都會用到 那挑選香菇的時候 不只是價格的問題 還要好好的 麥酒要賣金 怎麼來挑 有哪些問題 杰倫來告訴我們 好 年貨大街賣的散裝香菇呢 從外觀是很難分辨出 它是走絲品還是國產品 那要告訴大家 走絲品的香菇呢 不只上面會撒上農藥 它還會添加二氧化硫呢 來增加它的量摺度 以及呢 它還會加上我們的防腐甲醛 來預防它發霉喔 現場的來賓 這樣的香菇你還敢買嗎 好 教授 這個香菇要加二氧化硫 要加一些其他不應該加的 防腐等等的東西 這加就對我們人的身體應該影響很大吧 哇 它如果是加甲醛 甲醛會中感的嘛 對 人類致癌物 所以 這是最令人擔心的 很低的濃度 都會造成人類的這個癌症 對 而且這癌症是遍布全身心的癌症 對 那另外呢 它會用二氧化硫 是 那二氧化硫本身呢 如果量高的話 它也是一個致癌物 它也會產生 讓我們身體產生 比如說氣喘啊 過敏啊 甚至呢 腸胃道不適的這個症狀 是 所以這兩個東西 是常常用在香菇啊 這種菇類的這個成分裡面的 但是這兩個東西啊 是 這個 實質上來講 一般的這個消費大眾 應該比較可以掌握一下 你如果把這香菇拿來 在鼻子這邊聞一聞 黑心香菇 殘留二氧化硫 你敢吃嗎 放一陣子了 然後拿起來 那有的話會怎樣 有的話它會 產生顏色的這個改變 通常它會變成粉紅色 這個二氧化硫的量 已經是嚴重的超標了 250個BPM 就是